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因为考虑到离家比较近嘛 比较方便 然后因为上午都没什么课的 有时候天晴的话可以干些其他事情 但是我们这里天天是下雨 今年这天呢 还没有晴的 晴天没有超过联系 晴十天进到下雨 现在这个老板也头痛啊 因为每天这样子下雨 然后游客也不多啊 生意也不好搞 因为我家门口的那个旅游开发啊 都是非常的不景气的 这个客流量很少 可能我们这个地方还不够集中 还不知道是啥原因啊 不过现在搞旅游的确实很多啊 有时候在想哈一个月才三千来块钱哈 真想出去打工啊 打工的话一个月至少要六千以上吧 是吧 别说上万了 有个七八千块钱就可以了 今年也差不多十来万块钱 但是的又离家比较远 然后的话 不想出去打工打累了 以前打了十年啊 差不多十年的工 也没存到啥钱啊 不想出去打工 创业的话 又看不好什么项目 真的很难 然后就在家里啊 家里主要是 比较喜欢挖笋嘛 都知道 冬天的话 也是一笔收入 也一几万块钱 然后 上半年只能 在这个景区 还有其他地方做些事 分校日子过 当然我拍这个视频 说这个自媒体 也是有一点收入的 不过收入很低啊 一天 像我现在有两个平台嘛 一天的话 加起来也就四五十块钱啊 然后下半年 分享挖笋干货的时候 那时候可能收益多一点 一天也有一两百吧 唉 还不知道是去打工好呢 还是待在家里啊 其实我们县城也有很多工厂 像一些鞋厂之类的 但是那个工资真的很低啊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 两三千块钱个月 还有的是一千七八百的 这个工资 真的是太低了啊 现在真的是这个钱啊 真的是不经用啊 随便出去买点东西就几百块啊 这个钱也是不断的在贬值啊 不知道朋友们 你们是把这个钱用来投资呢 还是说放在银行 还是说放在我们的支付宝里面 获取那个利息 很多经商的朋友 他都是用钱去生钱 那样的话来钱快啊 但是有风险 像我们在农村 只要靠体力啊 苦干啊 真的是只能糊口 说实话 想赚大钱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会饿倒 只能自己勤快一点吧 什么都干没办法 说实话真的没办法 什么都要会干 今天一位粉丝朋友 他说要到我这里买竹边笋 但是我跑到山上挖了两三根以后 就下雨了 然后又跑回来了 看明天天晴好的话 就去挖一点 反正利用空下时间嘛 赚一点赚一点哈 做这个自媒体也是的 拍拍视频 所以说实话都是为了赚一点收入 当然记录是一方面啊 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些平台啊 他给我们这些农民啊 还有一些没有工作的朋友啊 带来一点的收入 就是要看自己的创作能力了 只要自己努力去做的这件事情 坚持下来 当然我还是会继续坚持下去哈 但是的话要不断的去进步 除了这么多还是要搞些那些老腾 一直被我的支持 被我认可 没有你们的支持啊 我这个视频也拍不下去啊 没啥收益啊 都是靠那个播放量来的 还有那个玩播力 反正有很多因素 主要是我拍这个三间的话 户外的话有一点单一啊 可能这个视频的播放量不是特别高 然后制作方面的话自己要更近 反正边做边携嘛 是吧 我以前也不知道通过视频还能获取收益 我今年也30多了啊 也没有自己的企业哈 然后在农村一年收入也就10万块钱左右哈 说实话说来也挺惭愧的哈 本来正是创业的时候哈 很后悔当时在外面把那十年工哈 真的是没有传到多少钱那时候工资也低啊 还不如去学那个一技之长 或者去跟人家跑业务啊 啊 锻炼一下自己 啊 朋友们不知道你们 现在的月收入有多少啊 或者说年薪有多少啊 欢迎留在评论区 咱们一起参考一下 互相学习 欢迎指点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感谢朋友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